因為像有的人他做的是一般的大腸肌 他可能沒有做無痛的 他可能做到一般他不舒服 你不舒服的時候 我們醫生就只能夠叫停了 所以很多人他可能只做到這邊降節腸 或是做到升節腸 因為轉彎的時候你會不舒服 他就叫停了 因為你一直做很不舒服 醫生就不敢做下去了 所以就做不到 肌肉分很多種 如果你是那種高風險型的肌肉的話 我們就建議你至少每年每年 都要去做一次大腸肌 如果有看到肌肉就趕快把它割掉 因為很多的大腸肌肉 還是從肌肉轉變而來的 大腸肌是不是也會連動到其他各種癌症 其實上所有的癌症 可能都有所謂一些共同的治癌基因 但是大腸肌這個部分甚至有研究 大腸肌跟乳癌也有相關 像你家族時乳癌比較多人 甚至得到大腸肌率都會比較高 我們常講說大腸肌有一個症狀就是血便 可是它血便跟一般的痔瘡比較不一樣 痔瘡的話一般來講 血便它是會很紅的 可是大腸肌流的血 因為它是慢慢在流的 除非只是剛好有個血管破掉 要不然出來是有點咖啡色 比較黑一點點的那種顏色 所以它講說 當你的那個血便 比如說你有小腸肌的風竹姐 他的爸爸本身是血便 可是如果當他的顏色突然間有變化的時候 有沒有 你就要小心是不是有問題 我每次都說一個病人得到癌症的時候 最重要就要知道 其別 因為其別就會知道你接下來要怎麼做治療 其實我們每次在定義那個癌症的其別的時候 各位可能有聽過一個叫做TNN 很複雜 還好還好 T其實就是腫瘤的大小 那N就是淋巴結 N就是有沒有所謂的遠端的轉移 那如果通常在講 還有什麼薑膜層什麼層 那個是指深度 那是指深度 就是腫瘤侵犯的深度 其實對大腸肌而言 我們基本上只分有沒有淋巴的轉移 還有有沒有遠端的轉移 因為大家如果早期發現 它沒有淋巴的轉移的話 基本上手術就結束了 對 可是如果有淋巴的轉移 或是有遠端的轉移的話 你除了手術之後 可能就還要再加上化療了 才會治療得比較完全 要怎麼樣知道自己的大腸肌 到底有沒有做得完全 其實這樣就看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 因為我們在做大腸肌的時候 都會叫病人去吃一些清腸的東西 清腸 對 而且今天會叫你吃一些清流的飲食 要清乾淨 所以我們說大腸肌有沒有看清楚 基本上就是 第一個你大腸清腸 有沒有做得乾不乾淨 清不清的乾 你如果做進去到處都是大便 人家哪看得到啊 有些小小的癌症根本看不到啊 另外就是長度夠不夠 因為像有的人 他做的是一般的大腸肌 他可能沒有做無痛的 他可能做到一般他不舒服 你不舒服的時候 我們醫生就只能夠叫停了 所以很多人他可能只做到這邊 降結腸或是做到升結腸 因為轉彎的時候你會不舒服 他就叫停了 因為你一直做很不舒服 醫生就不敢做下去了 所以就做不到 所以基本上大腸肌要做的完全 就有兩個 第一個你清腸一定要清乾淨 第二個一定要有辦法 讓醫生把這整段大腸都做完 要做到這個升結腸的地方 這兩個地方都做到的話 你就可以保證你的大腸肌是很安全 那你自己有沒有做過大腸肌 有啊 我有做啊 你是做無痛的嗎 我做無痛的 對啊 我也覺得 可是我那時候還想說 就爸爸因為爸爸得大腸癌 那我就想說 可是我的大腸好像都還滿漂亮的 照進去都粉紅色的 他們說可是其實 像我們這種家族病史的啊 其實現在可能還沒有關係 可能檢查到沒有事 可是從60歲以後就還是高風險權 是 所以60歲之後呢 好像是 就是你如果有檢查到 有息肉的話 就要每一年還兩年就要檢查一次 對不對 然後假如說你有檢查到 就是沒有的話 可以再長一點時間 其實像是政府上有補助啊 所謂的糞便全血反應啊 就是50歲以上的成年的人 每年都可以做一次 為什麼要做糞便全血反應呢 是因為只要是癌症喔 基本上它的血管 基本上就是豐富的 而且這個血管是沒有那麼成熟的血管 所以它是很容易流血的 所以基本上只要癌症的流血的話 你在糞便全血反應 就可以測得到啦 所以一般我們的建議是這樣 如果你去接受政府的這些 糞便全血反應 只要是陽性的 我們下一步就會建議做一個完整的大腸鏡 去看看你到底有沒有大腸癌 另外就是剛剛 剛才豐富講到席肉的問題 其實席肉分很多種啦 我們一般看到席肉 如果看到我們覺得不對勁的話 我們一般就會把它切片化驗 如果你是那種高風險型的席肉的話 我們就建議你至少每年每年都要去做一次大腸鏡 如果有看到席肉就趕快把它割掉 因為很多的大腸癌是從席肉轉變而來的 另外就是像豐富你有加豬食的話 應該常常都要去檢查 而且大腸癌是不是也會連動到其他各種癌症 其實應該這樣講 實際上所有的癌症可能都有所謂一些共同的治癌基因 但是大腸癌這個部分甚至有研究 大腸癌跟乳癌也有相關 像你家族時乳癌比較多人 甚至得到大腸癌機率都會比較高 後來確診是大腸癌的時候 你怎麼問醫生問題 我就不知道怎麼辦 我就想了 我有一些醫生朋友 可是我發現我怎麼剛好沒有癌症醫生的朋友 結果後來我就想到說 我是癌症希望基金會志工當那麼多年 我都忘記了 我就趕快打電話到基金會去詢問 然後到基金會去問的時候 他就馬上告訴我說你該問哪些問題 他就說第一個你先問他腫瘤多大 然後第二個問他說 那你腫瘤旁邊的這些08級有沒有感染 然後第三個就是有沒有遠端轉 所以你看我如果沒有打那通電話 一般家屬哪知道要問什麼 就不知道 其實封書的見證會告訴我們 就是你就算家屬不幸得到癌症 或是你自己怎麼了 不幸得到癌症的話 其實這個社會上有很多的資源可以用 要不然就是找一些病友團體或一些基金會 要不然其實醫院裡面也有所謂的癌症支援中心 裡面有很多問題都可以得到答覆 那其實 哈囉大家好我是江貴健醫師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你就可以隨時接收到我們最新影片的訊息 另外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影片對你們幫忙的話 請按下影片下方的超級感謝表達對我們的支持喔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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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